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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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余货量的增加也和烧烙月海岸警卫队解决非法脱网的问题有关 另一方面 总理也表示 为了烧烙月海岸警卫队采购的六艘海岛级高速巡逻艇 也符合烧烙月水域和海岸安全维护的职能 他说烧烙月海岸警卫队和管辖范围内 涉及的八个线报公布的海洋国家公园 面积超过120万公顷 根据了解 烧烙月政府也在2019年11月4号的2020年 烧烙月财政预算案当中 拨出款项9千万令吉来购买六艘 25米海岛级高速巡逻艇当中 都有配备waterjet技术以及最新的设备 与此同时 总理也表示 位于美里的烧烙月安全及执法单位基地的设立 也强化了安全方面的维护 那这个基地也配备了包括数码追踪在内的各种技术和设施 以掌握烧烙月水域船只的更多信息 在这里我们也用了技术和技术 如果我们看了什么 我们可以据所有的船 我们可以据所有的维护的维护 通过数码的维护 这个重点很新鲜 而确定我们需要开启发 沙拉月水域森之后 他们可以复杂执行 阻挥避杂执行 并没有在高朝的大厨 都是国家大厨 而国家不itution之后 他也补充烧岳安全及执法单位 也将在明杜鲁和老岳等地 来设立他们的基地 总理阿邦族哈瑞在致辞的时候也说 烧岳政府目前也争取 添购三艘大型的高速巡逻船 以强化烧岳海岸警卫队的作用 这些大型的巡逻船 将帮助烧岳海岸警卫队 扩大他们的行动范围 包括照顾八个烧岳海洋国家公园 他也补充添购三艘大型高速巡逻船 对于完善其他安全机构的装备设施都很重要 他也强调烧岳海岸警卫队 江河州和联邦机构来展开合作 他相信透过这种密切的合作 可以提升卫民服务的范围 与此同时 为烧岳海岸警卫队采购六艘高速巡逻艇 也显示 烧岳政府是根据2030年后疫情发展策略的目标 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来改善沿海地区的安全 同时也能环保 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阿邦族哈瑞也见证了 沙安全及执法单位总监 达到蔡沁中和烧岳森林企业机构 副首席执行员阿邦阿拉比 代表双方机构来进行签署 谅解备忘录的仪式 那这份谅解备忘录也奠定了 双方在执法层面的合作 与此同时 总理也象征性地进行指数仪式 随后也和其他受邀嘉宾 登上了高速巡逻艇 来进行海上巡游活动 阿邦族哈瑞也和其他受邀嘉宾 参观了位于梅利的沙安全及执法单位基地 再来我们换个焦点 巴西驻马来西亚大使阿特诺顿 表示有兴趣和沙拉岳分享 巴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特别是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方面 他表示说巴西的航空业 也正在积极地展开 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举措 他星期二拜会了沙拉岳交通部长 德德斯与李锦慎的时候也赞扬古今市 拥有良好的交通系统和城市规划 我非常感興奋在沙拉岳的研究 较接收据搁包围潮流的体制 是一个大体有关的 outros和视频里面看着 Embraer Embraer开始振着 搁包围潮流的上海 我知道沙拉岳是做询资讯的 希望開始使用航空的航空體 所以我認為是布蘭州可以從航空擴取很多 接下來我們再來關心12月獨立60週年慶典的消息 參與這次遊行的朋友都感到非常興奮 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參加722在獨立廣場舉行的慶典 来自各个政府机构 法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75支队伍 将在本周六的游行来登场 而且每一支队伍还有机会赢取奖品 冠军得主可以获得一万令吉的现金 而亚军和季军可以分别赢得 七千令吉和五千令吉的现金奖 与此同时我们的记者 今天在独立广场的活动彩排的时候也发现 所有参与的队伍已经迫不及待的 在即将来临的星期六来呈现各自的表演 马来西亚退休警察队伍的代表 Sahari Idris就表示说 他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游行 而今年也是他们第一次受邀参加 第一次我感谢和菩提供的国际的国际 因为我给予了我们 和菩提供公司的国际河河河 这次是十年代的 菩提供公司的国际 发生的大量 最后是十年代的 Sahari Idris就在马来西亚 当年73年 如果我虽然失望 所以我们的领导 包括马来西亚退休警察协会 第69号福利小组 沙拉越警察校友会 以及沙沙西马半岛的警察校友会来组成 同时沙拉越森林局队伍的代表 Marconi Steven John也表示 他所率领的队伍 在游行彩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训练了 那至于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的队伍代表 Surin Derpaussing也感到高兴和兴奋 因为可以看到不同族群的人们 和谐地聚集在一起 这也让他感到非常自豪 沙拉越独立60周年的庆典集会和游行 也将展示沙拉越独立60周年 在种族和文化方面的转变 并将透过音乐和时尚来作为团结的一个象征 与此同时 沙拉越独立60周年古近省远征车队在星期二3点15分就已经抵达了Baitou Markmore桥 那之后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支远征车队将在星期四就开始沿着梵驳大道前往距离古近市大约137公里的马来诺湾 沙拉越副总理达道3沈桂贤将会在明年早上8点30分 在Muchmark购物广场外主持挥棋礼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星期二 沙拉越独立远征车队抵达古近省的热闹画面 感谢收看今天的UKASWAYU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浏览UKAS各大社群平台 包括网站UKAS.srawak.gov.my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让你同步掌握更全面的新闻资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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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